大家好 我們學校一向都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達至校長剛才所講的環德 因為我們有一些信念 就是每個學生都有他們的獨特性和潛能 是要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才可以給不同學生去發揮 除了以上的信念之外 我們亦都希望學生可以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 和領導才能 托闊他們的社交圈子、視野和建立關愛精神 接下來我會講一下 我們如何透過多元活動 去實踐我們的信念 令到學生玩得 本校的課外活動主要包括有以下幾項 有社製活動、學會活動和音樂 每年學校都會舉辦不同的社製活動 例如陸運會、水運會及其他社製運動比賽 我們亦都知道未必所有學生擅長運動 所以我們亦都舉辦了其他的社製活動 例如是社製問答比賽、社製火箭車比賽等等 希望同學在課堂上的所知所學去貢獻自己的社 學校設立了各類不同的學會給同學參加 去培養同學的興趣 大概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為學術性的學會 我們有中文學會、英文學會、科學學會、數學學會等等 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的學術性活動 第二類為服務小組 我們有義工一族、公益少年團、同軍、聖若漢建集救商隊 除了有定期的集會和訓練之外 也要在學校一些大型活動當中當值 服務學校 我們亦都有不同的興趣小組 例如是美術學會、奇藝學會 有一些新的學會 例如電影學會、詩藝學會和日本文化研習學會 都是由同學自發性去創立 可見學生對於分享、鑽研興趣的目標比較強烈 也增加學生對學會和學校的歸屬感 第四類是體育學會 除了行常的籃球、足球、羽毛球 我們還有長跑、網球、逼球學會等等 在參加不同類型的社製和學會活動 可以培養學生的多元興趣之外 也希望他們可以認識不同級別的同學 確闊自己的朋友圈 雖然這幾年有疫情 我們都不希望課外活動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在網上舉辦活動 推出全新的TSK Explores Program 而這個計劃也會舉行學會以外的興趣班 例如我們有一些虛擬博物館之旅 西洋書法班、人像漫畫班 進一步去發掘學生不同的潛能 之前兩年這個計劃也都推辦了不同的興趣班 學校在選擇興趣班都有以下的準則 第一是希望具有學習的元素 第二是坊間小友 第三是具持續性 可以深入地培養學生的興趣 例如這個哥爾夫球小球手計劃 我們會在計劃中選取十個學員 去教西州哥爾夫球會再進行深掃 希望延續性可以令到同學 成為一個更加確切的興趣探索者 我們也重視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所以會透過服務學習 去培養他們的關愛精神 我們鼓勵同學多做義工 關心社會 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 課外活動又豈可局限於香港 我們鼓勵同學參加交流團 有機會體驗當地的文化 開拓他們的世界觀 同學曾經遠赴日本、德國、意大利 不同的體育校隊也都去過台灣、曼谷、四川 做訓練和參加友誼賽 近年因為疫情未能夠親身去到國外 我們也都每年會舉行一次的視像交流團 分別去過東京和首爾 疫情都沒有了我們的學生去認識世界 課外活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和領導才能 當同學去到中四、中五的時候 我們會推薦部分的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領袖訓練 其中一個就是兆堅飛躍領袖訓練計劃 學會的主席、社長、學生會幹事、兆堅體育聯盟 和校園電視台的同學會參加工作坊做分享交流 他們也都會參加歷期訓練 藉著歷期的活動挑戰自我、提升自信、訓練領導才能 最後音樂可以徒野性情 本校有管弦樂團和合唱團 讓同學有機會欣賞美好的音樂 也都希望能夠誘發同學的音樂才華 學校的管弦樂團和合唱團 會經常在不同的場合表演 也都曾經遠赴馬來西亞做音樂交流 稍後家長和同學可以去到音樂室欣賞精彩的表演 經過剛才的簡介之後 希望大家明白我們的信念 希望你們的子女在TSK 會有一個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多謝大家